最近森林郎队正在积极都收集米巴特勒,而巴特勒也是希望可以尽快离开森林郎队,所以此前媒体运也没有参加,目前的训练营也没有参加,而正是因为森林郎队交易兴切,而很多球队都不愿意出高架进行交易了。 目前热货队和76元队都已经拒绝了森林郎队的交易请求,而尼克斯队更直接,他们直接大话不会通过交易,得到可以在自由市场签约的球员,所以目前森林郎队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 网友也表示,目前巴特勒连拉文都换不回来了,森林郎队此前送走了拉文,等而合一个选秀权,交易得到了巴特勒,而巴特勒上赛季也不负众望,场均得到22.2倍,5.3篮板4.9篮板。 带领森林郎队时隔多年之后再次进入季后赛,但是森林郎队首轮被淘汰之后,巴特勒就跟队友汤斯,以及维金斯爆发了矛盾,他不满两个年轻球员的态度,然后就提出了要被交易的请求。 而目前巴特勒跟森林郎队算是彻底决裂了,虽然主教练希伯杜在三瓦流,但是巴特勒一心要走,这也给森林郎队出了一个大难题,如果坚决不交易他,那么他明年夏天成为自由球员汇利队,而如果现在交易巴特勒,那么大家都知道巴特勒要走,森林郎队很难要到一个满意的价格。 此前有消息称热火队有意巴特勒,但是森林郎队想要得到约实理查德森,但是热火队坚决不愿意帮走理查德森,所以目前交易还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,而76人队也有意得到巴特勒。 但是森林郎队狮子大开口,想要得到西蒙斯,今年夏天76人队,本来有望得到伦纳德,马次队提出的要求,也是西蒙斯或者恩彼得。 最终76人队还是拒绝了,巴特勒的实力还不如文纳德,所以76人队几乎是秒距,而尼克斯等球队也无意得到巴特勒。 目前只有火箭队在跟森林郎队进行商讨,而火箭队最多或许也只能送出戈登了,戈登上赛季场均得到18分2.5篮板2.2助攻,是火箭队的最佳第六人,而这或许也是森林郎队收到的最好的报价了。 像当初森林郎队得到巴特勒是送走了拉文,奔文和高顺位选秀权。 这个选秀权选中的球员是马尔塔宁,上赛季表现也非常出色,而如今森林郎队想要交易巴特勒,已经连单独一个拉文都,已经要不回来了。 不得不说,森林郎队的这逼买卖算是亏大了,蒙海青。